文征明行书《琵琶行》,把高中那篇课文,写这么美啊,搜狐文化搜狐网,书法家靠作品说话,先看作品文指明行书《琵琶行》,书于88岁现藏湖南博物馆。 《关于文征明文指明》,1470到1559元名必或作弊字,征明42岁其以字形,更自征重殷先是恒山人,顾号恒山居士士称,文恒山明代画家、书法家、文学家汉族常州金江苏苏州人生于明县宗成画六年,族于明世宗家境38年年90岁,曾观汉林戴照世宗白居易,苏氏。 文兽业于吴宽学书,于李英真学画,于沈舟在诗文上语著远名,唐吟,徐真清并称吴中次才子,在画室上语沈舟,唐吟,求英和称吴门四家文指明书法出诗。 李英真后,广泛学习前代名剧传《立、接、行》,讨个有造诣由善成行书,和小凯温润秀进法度锦言而意态生动。 虽无雄魂的气势却聚进堂。 书法的风质,也有自己的一定风貌。 小凯,笔画婉转,节奏缓和,与他的绘画风格。 协和,有明朝第一,之称文指明书法温润秀进。 稳重老成法度锦言而意态生动虽无雄魂的气势却聚进堂书法的风质。 他的书封较少具有火气。 在尽兴的书写中,往往流露出温文的儒雅之气。 关于琵琶形琵琶形原作琵琶尹选字,白是长庆极形又叫歌形。 源于汉魏夜府是其名曲之一篇幅较长。 据是灵活评则不拘用孕妇于变化,可多次换孕歌、行、影,还有曲音谣等。 本来是古代歌曲的三种形式。 他源于汉魏夜府是乐府取名之一。 后来成为古代诗歌中的一种题材白居易琵琶形。 创作于源河十一年公元八百一十六年,为七言古诗凡六百一十六言白居易任见官时,直言板见同行民间疾苦。 写了大量的讽语诗,触怒了唐献宗得罪了权贵。 源河十年载向五元恒被翻阵理师道,派人刺杀白居易情急之中尚书挺补刺客,触犯了权贵的利益。 被指责月职斗士扁为江州刺史,又进而诬陷他作赏花。 新警师甚声名叫,再扁江州司马。 江州当时被看成是蛮正知的,江州司马虽然名义上是刺史的左使,实际上是一种闲散植物。 这对白居易,来说是一种莫大的嘲弄。 他的被贬其实是一种冤案他连遭打击心境。 凄凉满怀玉愤四年纪元和十一年,宋客盆普。 Pandu口语道琵琶女创作出这首传世名篇这首诗的艺术性是很高的。 其一他把歌冗者与被歌冗者的思想感情融二维。 一说,你也是说我说我也是说你。 命运相同,稀稀相关琵琶女叙述身事后诗人以为他们同是天涯沦落人。 诗人序,树绅士后琵琶女则赶我此言两九历,琵琶女在弹一曲后,诗人则更是江州司马青山诗,风尘之己处处动人。 连爱奇爱诗中的写景物,写音乐手段都极其高超而且又都和写绅士,书碑凯紧一结合气氛一致。 使作品自始至终,尽沉在一种悲凉哀怨的氛围里其三作品的语言生动形象,具有很强的概括力,而且转观跳跃简洁灵活,所以整首诗快至人口极易背诵。 诸如千呼万唤使出来游爆琵琶扮遮面,别有幽情暗恨生死时无生胜有生。 门前冷落车马西老大驾坐商人妇,夜深呼梦少年是梦提中泪红栏杆,同是天涯沦落人相逢何必曾相识,等等,都是多么凝炼优美,多么扣人心悲的语句。 白居易,本来就是一个关心下层人民同情人民疾苦的诗人,这次他又用浅见流转的语言描写,那一个动人怜惜的风尘女子形象由于这首诗白居易的名字也就更为家喻户晓,富如皆知了。 三十年后唐宣宗在为白居易写的一首诗中说,童子姐吟长恨曲,胡儿能唱琵琶片,连少数民族的儿童都能背诵稍有文化的汉族人就更不用说了。 白居易琵琶形原文寻阳江头叶宋客风叶笛花秋色色,主人夏马克在传,举酒欲颖无管弦醉不成欢惨,将别别时茫茫将近月呼闻水上,琵琶声主人望归客,不发寻声暗问谈者谁琵琶声挺欲语池,一传相近妖相见天酒回灯,重开宴先呼万唤使出来邮抱琵琶半遮面,转轴波弦三两声,未成曲调,先有情弦弦演义, 声声思四肃平生不得意,低迷信手续续谈说尽心中无限是轻拢慢点抹腹挑出为霓裳,后六腰大贤曹曹操如吉语,小贤切切如私语,曹操切切挫砸蛋,大猪小猪落玉坛兼观音语花底华,优越权流冰,下南冰权冷色贤凝绝,凝绝不通声赞些,别有忧愁,暗恨,生此时无声声有声银瓶炸破水浆泵,铁骑突出刀枪 当名曲中收播,当心话似弦一声如烈博东传西仿效无言,违剑将新秋月白晨银放波插弦中,整顿,衣赏起脸容自言本是精成女,夹在蛤蟆灵下筑蛤蟆,HM013,学得琵琶成名鼠教方第一步,取霸层交晒台服装,成,美被秋娘度50年少征缠头, 异曲红霄不知树垫头银币,季节碎血色罗群翻酒屋,今年欢笑复明年秋月春风,等闲度地,走从军安宜此幕去招来颜色故,门前冷落阿玛西老大驾坐商人妇,商人重力,清别离前月府两买茶去,去来江口首空船绕船越明江水寒,夜深呼梦少年是梦皮装泪红,栏杆,我闻皮帕以叹息又闻此语重鸡鸡,同是天涯轮轮, 若人相逢何必曾相识,我从去年此地经浙居卧并寻阳城,寻阳的屁无音乐中岁不闻思竹生住进盆江的低诗黄鲁苦竹绕宅生,其间弹幕闻合物,杜鹃啼血,原哀宁春江花昭秋月夜,往往取酒还读清,且无山歌,与村敌偶打招扎,难为,听今夜闻君琵琶语如听鲜乐耳赞宁,莫辞更作弹一曲,为君翻作琵琶行, 敢我此言良久力却作图弦弦转集,七七不似向前生满作重文街演气作中细下,谁最多将周死马青山诗。